可以到那個陰暗處壞壞嗎 喔 如果被這樣問嗎 這個壞壞是有多壞啊 就很壞啊 我覺得五顏六色的怪手很可愛 公地怪手 然後你是要在那個手裡嗎 駕駛的地方啦 怪手裡面很多隻啊 裡面很多隻 然後就是在怪手上面 一直是我的夢幻清單 但至今沒有實現 愛問的來 女生愛問什麼問題 我們已經撞破花瓶了 為什麼還不在一起呢 都撞了 為什麼還不在一起 對啊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 以工作為主 不是 要彈給你 犯罪的 真的 對 是不是 飲戰 是不是 飲戰 好 來 男人回答 垃圾 其實通常都是我問女生 你問女生 對 我都會問女生 因為有時候是可能撞破花瓶 然後女生 你都被女生撞掉 怎麼可能 你長這樣 你長那麼帥 你T&T是被撿失嗎 你長那麼帥 還被講這種話 就表示你下面真的有問題 好難的 不是這樣的問題 不然不可能 影集 不是啦 遇到有可能他們還想玩吧 然後就沒有想定的 因為通常我會想要撞破花瓶 那就表示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 這種男生什麼可能 因為你很可能 他是很傳統的 我也想說純粹就是一夜情 或者是或當泡友 我就覺得這樣很累 要嘛 我就鼓勵一個就好 可是會不會有可能是 就是因為你們撞破花瓶的時候 他才選擇不跟你在一起 好 天啊 真的 口碑的部分 沒有不好 我覺得我體力算滿好的 不是 這算你知道有那種跳遠嗎 第一次試跳 試跳 通常跳得不正 第二次試跳 熟悶熟悟 我都第一次 都是 越來越好 第三次試跳 這個玩過了 隨便跳一跳 紀錄最好有經過 基本上 都是第二次 第二次 但是人家沒有給他第二次機會 有的時候我們跳完第一次 就沒有第二次 你怎麼還不喝醉啊 對啊 你真是 來 你怎麼看 如果說真的是講這個話 那第一個就是把你當成是 所謂的泡茶的朋友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性愛並不代表一定是在 跟愛情是等號 對 所以 達到零肉合一 就心靈愛情跟肉體 還沒有到達同一個階級 那其實我會跟他講說 其實我還沒有這麼快 就認定為說 我們發生關係就是在一起 可能後面的還有一些 觀念上三觀 或者感情生活習慣這些 有一些招數我還沒有出來 對 但是如果以肉體來講 你是滿分的 長這個樣子 性跟愛他還分開 說什麼 不要恭喜愛妮 不要恭喜愛妮 零肉合一嘛 對 但是有的時候 所以說並不是像 譬如說我們發生一夜情 那種感覺 那就不是說 什麼叫 畢竟是八天的 對 八天的 好 那個情況 當時的情況是 為什麼會一夜情 沒有那個感覺就是 你覺得那時候當下OK 在酒精的吹話下 你覺得OK 我也覺得OK 那就來一下 可是來一下之後 那純粹就是 體力的發泄而已 也沒有什麼 我愛你 你愛我 因為雙方背景都不曉得 那怎麼樣說 去在一起呢 對啊 不要說到自己想 歐咪咪咪咪 笑聲有一點 不尊重喔 不尊重喔 男生常問 我們可以到那個 陰暗處 壞壞壞嗎 我們可以到那個 陰暗處壞壞嗎 如果被這樣問嗎 對啊 還被 還不怕嗎 所以才要找陰暗的地方嗎 我們不能到 光亮的地方 每當光是關起來還被開 月亮的地方 我們也 它會 那是電影樂 它會見光縮 是 有光不行 那個壞壞是有多壞 就很壞 就很壞 就寫多壞 超壞的搶乾 就把我亂次 把你拖去打 打下去 可以啊 小壞壞跟大壞壞 是大壞壞 就是大壞 就是大壞 這種 沒有 我跟你講 男人是很笨 這種事情可以做 但不能說 對 你就不要講 有的時候是一種測試 如果是在曖昧的時候 講這個話 其實有時候是一種測試 測試你女方的底線是在哪裡 測試在幹嘛 底線 不是 就是譬如說 我們對他有發生關係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到那邊換換 那不能講 那如果女人說 來啊誰怕誰 那我就說這可以 這個有局 一來一往 那如果女人說幹嘛 那我就說 那這個就不行 如果說喜歡這個人 然後牽著他的手 那兩個就往暗處走去 對啊 因為他也沒有拒絕 對 他沒有甩 好啊 就去了 自然而然的 不要問 自然嗎 這個好像不錯 對啊 因為那種好像先預約就不好 不好 對啊 因為我說不好 也顯得我 這怎麼可以 也不會 探索女朋友的底線在哪裡 有沒有局 如果說你說幹嘛 沒有啊 可不可以 那就可以有局 他如果說反應說 你幹嘛 神經病 你變態 那就是好了 那就是 那是一種試探性的 對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我們工作 他變情趣了 當然沒有辦法 真的就是在陰暗處壞壞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可是我以前一直有跟 夢幻清單 夢幻清單 我已經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因為我就覺得 五顏六色的怪手很可愛 怪手 對 所以你想要去怪手裡面嗎 你說要工地怪手 然後你是要在那個手裡嗎 駕駛的地方 怪手裡面很多隻 裡面很多隻 你說五顏六色的怪手 怪手 不是不是 有一些會有把它七成 什麼莫蘭迪 綠色 或什麼 然後停在那邊就很多 一般來講都會黃色比較多 對啊 黃色 黑色 對 然後就是 在怪手上面 一直是我的夢幻清單 但至今沒有實現你 因為要有開怪手的 也是滿難的 我們要問什麼 女人最愛問的戀愛 難題 我才是妳的女朋友耶 我為什麼什麼事情 都跟妳的紅粉知己分享 真的 真的 沒有 我覺得女生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說 紅粉知己就是那種 跑到那一種 你算脫光衣服 一起睡覺 其實都不會怎樣 我覺得這是真的 那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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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講 真的有影集 真的有影集 為什麼要脫光 沒有 假設性 沒有 這只是一個假設 假設 沒有 沒有 不是 因為就是 像憲哥剛剛說的 就是一眼看到你就是朋友 一輩子的朋友 一輩子的家人 就是你不會有跟他 可能 就是你不會對他有任何幻想 就是他真的 可是他對你也是嗎 就是日久生情 不會 不是日久生情 而且他 就是好朋友 不要去掛蜜料科門診 真的 先去掛號 那個是真正的好朋友 就是因為他的情形是女生 對 我也有這樣的朋友 真的 這是真的 純友誼 就是純友誼 然後就算我們真的是在床上 脫光 不會怎樣 因為那個是原則 因為你做的那個事情 就不是朋友了 對 朋友也是這樣 有時候女生漂亮的 我們是會比較想交朋友 是 這真心話 我們也是啊 長得醜的我們都不當朋友 那會 那會 我們會經常遇到一個什麼狀態 你知道嗎 比如說Alby長得很漂亮 我們跟他很好啊幹嘛 通年好幹嘛 他們心裡面都會覺得 沒有 其實我有 不會啊 會有一些追求 我有就有這種經驗 我就遇過兩個 就覺得你要開放 我真的 我連動手都沒有 但是他們就覺得 他們兩個 因為兩個是好朋友 對 兩個就去講說 什麼我要追他 他說沒有 他才要追我 對 要誤會了 兩個要爭寵 對 兩個都藝人 都不能講 他們兩個就絕交了 這樣子 我又沒有做過什麼事 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 而且他們在玩真心話大告白的時候 兩個人說 有一個人忠義大哥 然後他在追我 沒有吧 他是追我吧 憲哥真的是很照顧晚輩的 就是我們有跟他去過外景 你的身上不準 不是 這樣子 我在幫你講話 你講 對 我說像我們去玩很大 然後結束之後 其實大家每一次錄完 憲哥是不分男女 每一個都會傳訊息關係 就是都是對每一個都這樣 我都放在公網 對啊 我也個人的 對啊 但是都很關心每一個 LB我承認有私利 要傳給他 因為他 他在我們那個玩家 有受傷 對 這個該問 這要關心一下 這一定要 所以就很尷尬 我們又沒有幹嘛 我們男生想要問 就是你們 你們接不接受你們的另外一半 有紅粉之情 當然可以 我覺得可以 可是你們為什麼 比如說已經有女朋友 你們要帶出來 你們要帶出來認識 你不能夠說這我紅粉之情 我不給你認識 可以啊 那如果認識就OK 沒有 你認識 你有什麼事情 非等一下你們兩個單獨出去 不能夠有其他朋友 如果單獨就怪怪的 但是如果你也認識 那我們單獨這樣可以嗎 但我覺得 如果你們有紅粉之情 然後我們又很敬意 然後你還質疑要跟紅粉之情 那這樣就不行 那就代表 對 就是也沒有分享自己走 因為我知道你們會失味 對 對